3月6日,斯利兰卡一名男子试图创造一项被活埋最长时间的世界记录却未能成功,在被埋6个半小时后不幸死亡。 警方称,这名男子名叫贾纳卡·巴斯纳亚克,现年24岁,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他上周末在斯利兰卡首都科伦坡以北220公里的康特尔镇被活埋在一个地沟中,上面用木头和土壤密封,当地媒体称这条地沟深达3米。 巴斯纳亚克是当地时间3日上午9点30分被埋入地下的,警方称,他在下午4点被挖出地面,一共在地下待了6个半小时。 当时,巴斯纳亚克已经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入医院,却不治身亡。医院医生说,他们正在进一步调查他的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